一身白襯衫搭配破洞牛仔褲 还有墨镜 她是顺利高票连任台北市议员的应小威 这回献身的地点不是在议会 而是北检 甚至涉嫌会选被列为被告 看到镜头她停下脚步喊冤 议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就是针对有些人是引起的一些选举恩怨呢 就是来说 但是我个人绝对不会出发 请大家放心 检调查出今年十月十二号 选前的一个月 游殡葬业者在一家知名餐厅 洗开五桌一桌九千块 现任华将里长杨华中 寻找选民支持 在餐会上高喊 投尾票帮应小威拉十票 这句话被认为关键 包括华将里长杨华中 殡葬业者彭姓女子 还有应小威男友 只要出席通通遭约谈 最后华将里长杨华中 十五万交保 殡葬业者彭姓女子十万交保 而应小威和她男友吴宝请回 怎么不觉得冤枉 冤枉当然是冤枉 但是我觉得选举就是这样 58岁应小威 已经连任三届的台北市议员 精力丰富 国民党中常委 以及议会党团书记长 卷入会选议员 为台北市政坛投下震撼弹 就是一个选举恩怨 但是我要非常谢谢检察官 就是说尽快请我们来说明 然后呢就是无保释回 然后我就是觉得 我个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但是对于选举恩怨 造成的一些司法的浪费 我觉得有点遗憾 应小威不断强调自身清白 只是检掉突袭式搜索 恐怕也让他措手不及 精心无作用